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你还有什么呀 这个叫拉钩 一言为定 好 定 定 两位客官 韭菜还需要在家吗 不需要了 已经很好了 这 这 这店小二的这么眼神 弟弟弟 我认识他 他今年二十一岁 自小坚强独立 在这店里面当店小二 名字叫马铃燃 马铃 这名字 该回家了 弟弟 太晚了 走走走 谢了啊 马铃燃 谢谢啊 刘铃燃 走吧 你们慢走 爹爹回来了 回来了 爹爹 身边这位姑娘是 姐姐姐 你又要干什么 我是苏霄啊 够了 苏霄 苏霄 老闻而犹 barn 爹爹 之再些 谈你上鱼 苏儿 这 苏小是谁啊 你可不要随便跟我改名字哦 你又不是我亲娘 夫人 你这是做什么呀 老爷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查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他 他就是苏霄啊 苏霄的后背上 有一块红色的桃花胎记 只要检查一下 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 这这姑娘家的 怎么能随便让人检查后背呢 爹爹 我可以帮忙检查 你们 老爷 听说陆国训练了一批奸细 企图混入我们大力国 你可千万不要犯糊涂 害了我们全家呀 月儿 是 检查 到底谁当这个家 他就不是苏霄 他是我的女儿 他不是 他是 他不是 他是 他不是 好 我跟你吵 来 走走走 女儿 回房休息啊 怎么样 有没有啊 他一起原来就在这儿啊 原来我以为我是穿越到了苏霄的身体里 没想到我是 你是大力苏 小姐已经走了 我从十二岁时就跟着小姐 陪伴了她所有开心伤心的时候 她也总会跟我分享她的喜怒哀乐 我们一起经历了好多事 好多好多事 可是 她怎么就舍得丢下我走了呢 我真的好想她 好想她 我 冯秀 我明白你的难过 我也知道 我无论如何 也代替不了苏啸在你心中的位置 但是你相信我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谢谢你 大力苏 谢谢他 傻红袖 谢什么呀 你知道吗 我看那四百多张漫画的时候 就看到你傻傻的 笨笨的 但是你可爱 善良 真诚还仗义 我相信 我们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的 要是怪的话 就怪那个苏月 都是他害了苏啸 今天还欺负到爹爹头上了 我也差一点被他害了 总之我是不会原谅他 还有他那个老妖婆妈妈的 别伤心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刚刚姐姐不是说要帮我检查胎记吗 你要玩什么花样 你怎么 怎么 害怕了 是我要检查你的胎记 你敢吗 我敢啊 你敢吗 你敢 我就敢 把他赶出去 把他赶出去 把谁赶出去啊 姐姐该不会是梦到妹妹我了吧 你又想玩什么花样 今天只是一个警告 拿出去 不拿 下次再惹我你试试看 你不会开心太久的 是你不会开心太久的 是你不会开心太久的 算了 告诉你吧 我遇见蜀王带着黄盈盈去裁衣服 你是没见着那两个人的腻外劲 蜀王 男人都是三妻四妾的 这没什么 对别人来说或许没什么 对你可不一定 你这么要强 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和别人分享呢 更何况还是你的好姐妹 她不是我的好姐妹 对 是塑料姐妹花 苏玥 你从来就没有对别人付出过真心 你又怎么可能收获真心呢 轮不着你给我上课 我本来对你还有些同情 但是你和你妈妈的所作所为 让我真的是对你圣母不起来 这几你自己落这煲汤喝吧 跟个双打的茄子似的 你还是不是我的女儿了 娘亲 她可真的太能折腾了 咱们可小瞧她了 给她个大礼 冯秀 洗漱休息了 这是什么 大小姐 大小姐 上次没用上的这些纸钱 这次终于能给那个剑人用上 大 小姐 我 你 转连未来的预定 从这一秒开始伤心 闭上眼睛 这世界越乱越美了我 十分的确定我足够的运气 可以走到完美的结局 不管黑夜或黎明 用力猜我什么都可以 花伤心 至少我们会静静相依 向星光坠入原地 一眼万里是建议 深意善良静静 爱是如此不可思议 就像站在了晴天里 敬过坎坎的可能性 在这个世界和你相遇 如此遥远 如此靠近 有时坚定 有时孤寂 想遇见另一个自己 在这个世界和你相遇 在这个世界和你相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